你可能聽過歐洲最有名的文具品牌 斯德樓 也有可能在展場或文具店看過他們的文具 但是你始終沒有機會買他們對不對 現在你可以用更經濟實惠的價格 在伯克來買到斯德樓開學組合包 你以為這個粉彩色系鉛筆很普通嗎? No 強嫩抗斷的Q彈結構只有親手寫一葉國語洗作 才會知道寫字超大力的人再也不用一直削鉛筆了 作業部最害怕的就是越插越髒 不如試試看這一顆Made in Taiwan的環保無毒造型建技師橡皮紗 寫字力道再大 殼痕再深 它都能輕鬆擦乾淨喔 不要再用這種便稀式削鉛筆機了啦 雙孔削鉛筆機幫你穿BANBAN 集血大容量 抓握削筆更安全 旁邊跟底下還可以貼姓名貼紙喔 美勞客一定要準備的剪刀和口紅膠 這個開學組合包也幫你準備好了 這把右手剪刀是專門為兒童設計的喔 兒童的小手握上去握感最適中 護手握柄的部分是用特殊材料製成 不含塑化劑 而且刀身不僅有耐污防塵的塗料 剪材上也很順手 另外他們也有賣左手專用的安全剪刀喔 所以慣用左手的朋友們 不妨到文藝店留意一下吧 知道我的口紅膠 在我之前做過的口紅膠大戰已經介紹過囉 相當滑順 黏性也不錯 重點是這個 它不會黏手收喔 既然都說是開學組合包了 當然少不了學校指定的課堂三種化財 所以我說他們家的化財到底強在哪裡呢 我歸納了幾個重點啊 第一個 他們的色筆系列都有皮膚色 這一點真的很重要喔 不信你們可以去繞一圈國小圍牆看一下小朋友的作品喔 他們畫的真的是黃皮膚耶 真是不騙你 有了這個開學組合包 這個問題直接幫你解決掉 對我來說色筆一疊色好暈染 這是基本配備了吧 但斯德隆多增加了三個技術 抗震 防斷 白豆Q 以它的油性色鉛筆來講啊 看到這群白白的防震抗斷保護成了沒有 沒人沒有想到了 斯德隆幫你多注意到了 粉納比輕輕一畫就斷了 欸這個不是很理所當然的事情嗎 因為我用過的日系台系的都有這樣子的問題啊 知道我用了斯德隆的 喔 它的粉納比真的很硬耶 真的只有畫過的人才知道 雙頭水一洗彩色筆 顧名思義水輕輕一擦它就掉了 但它厲害的在於它的筆頭 賣豆Q 你遇到那種很死命的在戳的那些小朋友 可能他今天心不甘情不願 他不想要努力畫畫 他很納力很大力在那邊戳嘛 這一隻完全不用擔心 很耐戳 賣豆Q 我還是要憑良心講啦 它的防震抗斷還是有極限的 畢竟筆是拿來讓你畫的 不是拿來讓你摔的 你不要覺得喔 它的那個防震看斷 賣豆Q的技術 哇好棒棒啊 那我就一直拼命拼命的給它摔 沒塞喔 不可以這樣子喔 再怎麼樣優秀的東西 也會被你玩壞掉的 請好好的珍惜這一套東西 OK 好啦 以上是我們這集啦 有興趣想試試斯德樓文具的朋友們 不用等到開學季齁 兒童聖誕節禮包 年終客戶送禮 或是自己想要嘗鮮體驗的 都可以在博客來買到 斯德樓開學組合包喔 那就這樣啦 我們下次再見囉